這個VBA基本上一定會有SUB SUB基本上就是結合那個按鈕 反正這個SUB就是按鈕 按一下它 這個SUB基本上還有什麼時候會出現 當你錄製劇集的時候 它也是會是SUB 錄製劇集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錄製劇集實際上 就是可以幫你把你做的動作全部都錄下來 它會幫你自己寫VBA程式 不過那個東西錄下來的話 會比這個來的繁瑣許多 就很多一些不需要出現的東西它一堆 這個後面大家會提到 另外的話同學可能會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地方103 現在當然103坦白向下 可是未來也許我現在列是103 那有可能怎麼樣 我增加了一些列 那當然如果你程式寫103 那可是比如說我這邊又增加了 增加了幾個 假設假裝有增加了三個會員 那當然你101章寫到這裡的話 如果你跑一下程式 假設你這邊按一個按鈕 門號那你會發現它跑到哪裡 103 那這怎麼辦呢 自己在補善嗎 當然不是啊 那不然怎麼樣呢 VBA裡面把它改106 那當然你永遠改不完 那要再改 那不對啊 永遠都改不完程式 所以理會上應該這個數字 應該是要怎麼樣 自動產生 那怎麼樣自動產生 特別注意 這邊你可以怎麼樣 游標假如放在哪裡呢 比如說編號1這裡好了 Ctrl向下 它應該會停在哪裡呢 有沒有發現它停在最下面一點 那這個邏輯 有點像什麼呢 你如果要把這個邏輯寫入到VBA的話 那這邊順便講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讓它向下追蹤 得到最下面一列的話 這樣的寫法 這邊我們可能要多學一個 叫做range range這個物件 你大家顧名思義 它可以是一個範圍 range 當然它也可以是一個儲存格 如果說你輸入的是一個儲存格的位置 它就是一個儲存格 如果你輸入的是一個範圍 它就是一個範圍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剛剛不是有Ctrl向下 那這個動作呢 有沒有 游標放這邊 Ctrl向下 它會自動幫我跳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列 那如果說我要用同樣的邏輯 把它寫到那個VBA裡面 它的寫法是 游標放在A4好了 當然你放A3也可以 A4這個儲存格呢 向下 點一下有沒有 打一個E END有沒有 AND嘛 AND就邊界嘛 其實就跟剛剛按Ctrl鍵的道理一樣 那這個AND就是類似Ctrl鍵按住 前刮弧之後 序格按住叫前刮弧 你會發現喔 它會跳出什麼 如果你按下前刮弧 它會問你說 那請問你要偵測的是 我們範圍裡面哪個方向 是上下主要 因為我向下嘛 所以你特別注意喔 請你找到XL檔 這個 這個XL檔 意思就是說 我要偵測往下 後刮弧 然後呢 再點一下 那它可能問你這個問題 那請問一下我偵測到最下面之後 那你要抓什麼資料 那我要抓到的是 弱 你告訴我它的裂號吧 那這時候有沒有 你就告訴他說 哇 點弱 意思說 你幫我把最下面一列的裂號 返還給我 返還之後 它會自動放哪裡呢 放在這個地方 意思說 以後自動真實 反正這一行很重要 如果你實在是 一下沒辦法背起來的話 沒關係 以後可以到雲端 或者最好你可以放在一字的筆記裡面 因為未來這個一定會經常用到 為什麼 因為反正範圍一定是 不是固定的話 就會需要用到偵測 ok這一行 那底下當然呢 輕浮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一行 Ctrl C 然後Ctrl V 那以後如果你要用到的話 你就怎樣 反正找到 C Ctrl V 如果會自己打一下就好 其實也沒幾個字 這個很好記 那不過可能會變的就是說 A4 有時候可能不一定是A4 那你要特別注意 哪個地方可以偵測 盡量 你不要用那個中間會斷掉 像有些資料 而且它沒填 如果沒填 你從這邊偵測 Ctrl向下 卡住在這裡 它不會往下 就偵測到第10列了 有沒有 所以呢理論上 會用來做偵測的那一個欄 一定是資料庫裡面所謂的key 或者叫什麼 那個欄一定會有資料的 主要的鍵 就是說呢 例如像編號 編號呢 它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 不會重複嘛 第二個 它一定會有資料 沒有那個編號沒資料的 沒有編號的資料怪怪的 一定是有問題 資料庫裡面的概 所以Ctrl向下一定抓到 那我們來試一下 改完之後的話 如果我輸入清除好了 我看看清應該沒問題 門號 看一下會不會向它追蹤 到那個最下 有沒有 這三個都ok了 當然你未來 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增加 它一樣會一直增加 清除的話 會不會清除到最下面 理論上應該有個清光光了 那如果你在增加或減少 比如說你想說 反正你再試一下 如果刪除 假設你資料有多有減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反正你不論增加或減少 它一樣會自動 有沒有 跑到自動到的位置 這樣的話 其實可用度就大大提高了 ok 所以剛剛主要就是 把後面這個103 改成向下自動追蹤 這個還蠻重要 我是建議你可以記下來 好 這個是有關那個自動追蹤的部分 再來最後會有一個 插入那個什麼呢 制定函數的 ok 制定函數跟這個不一樣 不過它們都是VBA 只是說形式不同 但是都是VBA的其中一種 我們可以在使用者定義 因為我已經寫那個方形 那你可以多兩個 有兩個 一個要手機 手機的制定函數呢 會要三個資料 所以它的邏輯一定是什麼 會跟使用者要資料 要了資料之後怎麼樣 把結果丟到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之後的話 再把結果返還到你現在的儲存格裡面 這個東西丟到這邊 它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只是說你要怎麼把它寫出來 這樣就ok了 還有一個是刷一下 這個我想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這個部分 向下追蹤這個 先把它試著加上去看看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行好像在雲端上也有 就是如何自動偵測最下面一列 ok 那你就把它 好就好